日前有媒体在某摄影棚拍到了杨幂 但是杨幂披肩长发身穿一身白色掉在长裙 皮肤白皙 当然A字腰一直存在着 33岁的她果真是新时代独立女性的翘楚了 显示的杨幂刚化完妆便从摄影棚出来 似乎是在找人 或许感觉到被太阳直射了 便立即转身回到摄影棚内部 画面一转广告开拍时 杨幂左手拿着一颗杨眉走在山野间 微风吹拂起秀发面的微笑 面前的摄影师打光师 虽然在工作 想必也是一保美女的眼福了吧 拍摄完成后杨幂立刻收起了笑容 一脸疲态的坐在椅子上休息 通过照片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杨幂的疲惫 明星艺人在紫红后工作量也多了起来 作息不规律成了常态 比如9月25日便有媒体拍到 薛之间在数位同伴的陪伴下 现山某医院 又是摇头又是仰天长叹 又是猛抽眉烟 一度被怀疑神体出了问题 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杨幂并没有马上摇了手机 而是身无可恋 安静地看着周围的人 过了好一会儿才向助理摇了手机 一边玩手机 一边任由造型师打理自己的头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